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猫咪女孩》 故事一开始,一辆装着化学罐的卡车飞速行驶在路上 而路边正好窜出来一只猫咪 馋嘴的猫咪看见一个化学罐掉在了地上 就随便吃了几口,结果发生了变异 男主小明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不过他总挖不到新闻 因此也不受公司重视 这天小明又来到了经常路过的公园 突然发现树上有一个奇怪的女孩子 声称自己害怕狗,所以爬到了树上 原来这个美貌的女孩子就是昨天的变异猫 猫女见小明帮自己把恶狗赶走 于是直接从几米高的树上跳到了垫上 猫女按照自己的习惯飞烟走壁回到了家里 这个破工厂是流浪猫的聚集地 猫咪的领袖也就是猫女的姨妈 见到猫女变成这个样子 姨妈觉得她是猫族的奇耻大乳 拒绝猫女回家 这时小明正在家里赶新闻稿 突然听到餐桌底下有动静 低头一看吓坏了 白天的那个女孩竟蹲在桌子底下吃老鼠 小明觉得很诡异 不过她还是用小鱼干招待了猫女 聊天当中猫女顺口透露了一些猫咪平时看到的事情 比如不远处的墓地里藏了金币 小明听后觉得这是大新闻 于是就去墓地查看 结果真的发现了很多金币 因为这件新闻的报道 小明慢慢的得到了重视 从此之后猫女每天都会把从猫咪们那里听来的新闻转告给小明 很快小明变成了一个这首可热的记者 和猫女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猫女的七大姑八大爷们聚集在楼顶开始讨论起猫女和小明的关系 甚至都聊到了孩子的种族问题 为了暴打猫女 小明会抽出一部分稿费给猫女作为报酬 猫女经常拿着稿费去买鱼干 然后在高价卖给猫群 从中谋取暴利 这天小明带着猫女去参加了晚会 由于猫天生对于金灿灿的东西有向往 于是猫女竟然直接把正在台上演讲的人的钥匙抢了过来 并用着把钥匙打开了一间房门 房门里放着一个鱼缸 猫女准备饱餐一顿的时候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 黑心老板竟然在生产化学肺料污染环境 猫女想让小明曝光这件事 可小明却觉得黑心老板势力强大 自己不敢惹 猫女对小明很失望于是生气的离开 就在这时猫女又得知黑心老板竟要开辟一块地 专门倾到化学肥料 而这里正是流浪猫的聚集地 与此同时小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因为他决定帮助猫女曝光了这件事情 却因此被暴摄老板吵了鱿鱼 七大姑八大姨决定帮助猫女并且惩罚黑心老板 他们故意去黑心老板那里找茬 最终小明拍下了黑心老板虐待动物的视频 这些视频也和猫女变成人类的秘密 一起被曝光 从这之后小明再也没有见过猫女 只是经常看到一只浑身雪白的猫咪叼着小鱼路过 而男人们为了能够吸引猫女再次出现 都纷纷在窗外吊挂起鱼竿 终于在一个圣诞夜猫女又变成人回来 与小明继续过起了666的幸福